嗯,在群里边啊,就聊现在的连续剧 有一次呢,就聊到了我的前半生 原因就说,毫无疑问 演员好,演技好 特别是老卓和武当娘 但是,这个演员再好,演技再好 也不能改变狗血的性质 吊丝逆袭啊,小三叉足啊 闺蜜思逼啊,霸道总裁 所有的这些脑残剧的元素啊,一个都没落 不同的的是呢,以往的那个脑残剧啊 都是朝女孩子下手 这回呢,连中年妇女呢,也喵上了 嗯,算你狠 啊,我说呢,就是 我就看了一集,我就受不了了 这个霸道总裁啊 他总不干正事,你知道吗 他怎么有大马的时间 整天围着老婆的闺蜜转 一个电话就飞奔着去了 替人家带孩子啊,接孩子啊 哎哟,这狗血啊 我感叹 我就要做这样的闺蜜 嗯 好,下期见 嗯